对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 这次G7会议 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出现了这个叫 De-Risk It 这样的一个用语 那这个用语 有人认为说 这表示拜登政府的让步 因为这最早提出来了 是欧盟的这个 这个主席 方德莱恩最早讲的 那的确他反映出来的是 欧洲的经济思维 就是说欧洲其实也希望 经济上不要对中国太过依赖 可是明摆着欧洲 跟中国的贸易量这么大 那么太多的欧洲企业 需要中国的市场 它不可能去断掉 那么因此美国为了争取 美欧立场一致 所以接受了这个 Re-Risk It De-Risk It 这样的一个用语 但是这样的用语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软弱呢 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子 好 我们从G7之后 整个可以讲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对中国的一个政策战略 已经越来越清晰 在军事面的部分 你现在看得出来 整个东亚第一岛链的包围网 重新又已经构组了出来了 这很清楚 我们节目上有讨论过 而G7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 在经济跟科技 这两个层面 所构成的一个全球围独网 好 那说那为什么 这个De-Risk It 还是有一个维独网的作用 我们最主要是要看 它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其实它这个涉及的面向 非常的广 包括南海 包括台湾 包括俄罗斯的 俄乌战争的问题等等之外 它主要是有一个附件声明 这个总共有四个配局 那个主题叫做 经济任性和经济安全 经济任性和经济安全 其实整个的这个paper里头 有关中国一个字都没有讲 但是它是强调说 要在可信任伙伴国家之间 建立供应链 并且协助中低收入国家的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些明显都是冲着中国而来的 好 现在看起来 已经很清楚了 就所谓的这个 D-Risking来取代这个Decoupling 取代这个脱钩 那么现在它的一个影响 你看得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 在关键技术的部分 要对中国全面的封杀 而且现在看起来 关键技术还不限于 以晶片为例 不限于这个先进制程 日本最近公布的一个 从七月开始要生效的 一个科技管制 二三项内 它连成熟制程都包包在内 这个本来中国认为说 它应对美国的科技封锁 它只要在成熟制程 就是二十八或者四十奈米 这个以上的 来把全球市场通通吃下来 它就可以以时间 来这个换取空间 来发展它的一个先进制程 现在这条路 眼看着快要被堵掉了 但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看到这一次峰会 邀请了像越南 像印度 还有巴西 等等这些国家 这个不是纯粹只是军事上的考虑 这些国家刚好是整个 这个所谓的中国加一 这个生产端的移出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把它们通通纳进来 等于是说 我的去风险化是包括供应链 包括技术 我都要避免因为跟中国关系 来这个出现到有一天 我必须要面对 就好像我们讲过 欧盟为什么要强调去风险化 除了我刚刚说了 它经济上跟中国没办法切割之外 它也预知到 如果有一天台海发生 类似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这个情况 欧洲不可能做事 可是欧洲如果到时候 你经济对中国还是那么依赖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 你该有的表达 现在等于在做一个风险 所以去风险化 它既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手段 它其实也是一个 集体协防安全的一个概念 一个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从这样来看的话 那么中国现在虽然说 它用这个禁止美光来做反击 这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值 当然美国不会接受 那么现在看起来韩国 有消息说韩国大概也不会配合 当然韩国如果不配合 那么美国要补偿韩国业者 特别是这里头海力士 这个他的 这个Samsung的这些的 他的在美国市场 中国市场的损失 这个美国大概也不能说 光叫人家帮忙 但是都没有条件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个14个国家 这个整个由美国牵头 日本在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要同时 这个达成的供应链的预警协议 这个就可以看作说 G7的达成的联合声明 现在看起来它的效力是存在 而且已经很快的就要落实 日本做的第一步 现在接下来这14国 应该讲说已经是建局礼籍了 我们就举个例子 像美光可能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美光它中共封杀美光 但是韩国跟美国配合 就是我不去补那个市场 那就让中共自己承受恶果好了 等于是说它某种程度上 就是这个预警协议的实践的 这个第一个例子了 我很快补充一点 就是有关成熟制程的设备跟技术 美国对中国企业也加以限制 包括日本也进来 因为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将来晶片的生产 是用美元来做交易 叫做晶片美元 那如果中国大量生产 成熟制程的晶片 用在车用等等 那这样的话晶片的采购 也有可能会用人民币来结算 那美国要维持 从石油人民币到晶片 从石油美元到晶片美元 这个美元的基础要扩充 对不对 不能只是因为石油交易 有可能因为中国是 这个非常有意思 中国是大买家 他有可能要求伊朗或俄罗斯 接受人民币支付 可是必须扩大美元的基础 来维护美元霸权地位 所以晶片美元是新的现象 那晶片的交易只能用美元 对不对 所以不能让中国能够卖出 成熟制程的晶片 你不诚会认zeich 你们不能买到 自由 Idiot 人物的币 就是 人物的币 人物的币 人物的币